若望末世录 第十五章 我看见在天上又出现了一个又大又奇妙的异照 有七位天使拿着七种最后的灾祸 因为天主的异怒就要借着这些灾祸发泄静静 我又看见好像有个掺杂着火的玻璃海 那些战胜了寿和寿相及他名号数字的人 站在玻璃海上拿着天主的琴 歌唱天主的仆人 梅色的歌曲和羔羊的歌曲说 上主 全能的天主 你的功行伟大奇妙 万民的君王 你的道路公平正直 谁敢不敬畏你 上主 谁敢不光荣你的名号 因为只有你是圣善的 万民都要前来崇拜你 因为你正义的判断 以张民教助 这些事以后 我看见天上蒙约的账目 圣殿敞开了 那七位拿着七种灾祸的天使 从圣殿那里出来 身穿洁白而明亮的亚麻衣 胸间配有金带 那时 四个活物中的一个 给了那七位天使 七个满城万世万代 永生天主意怒的金鱼 因着天主的荣耀和威能 殿内充满了烟 没有一个人能进入殿内 直到那七位天使的七样灾祸 降完为止